蕭美琴是大家不敢說 美國做大事做得這麼好 回來做沒有生意的副總統 但沒想說是不是沒菜 但沒說是不是不敢 但是為了台灣他撩下去了 所以蕭美琴感覺是 正聲量遠遠大於負聲量 美琴給大家報告 不簡單是什麼所在 會記得當年 黃新改 元帥東征去花蓮 大腳的元帥去東征 過來最大腳就是蕭美琴 美琴在2012年曾經跟王廷生補選 那邊民進黨看到希望 因為只差6千票拿到46% 後來2012小英不是輸了嗎 輸第二次 馬英九選第二次那次 他說有人下去 下去增電 美琴下去了 他黨中央認知過國外那麼好的學歷 他去花蓮 他在那製產 所以到了這個一路上走到2016年 他那一次 那一次這個小英在花蓮 民營只有拿三成六的票 朱立倫拿六成四 你知道結果花蓮分裂投票 美琴拿到五成多 所以才董選立委 那小弟我在2019年的 9月21號那天 因為我當時是 台中小營市委會的執行長 我不是 我沒有董的 我只請你這次民進黨的衣服 聽說會減少60%的朋友 會減少60% 人家這樣說 我去試試看 結果我們就這個也幫 因為為了台派嘛 去花蓮那邊 我們就有很多朋友 我去到花蓮 那天晚上去遇到 那個花東執行長盧伯基 盧神拜花蓮的 那個行政院的一個執行長 那天晚上就辦七八道 說你竟然會來 大家董三天 還有一天來一個大前輩 那個前輩也很趣 他說等一下 你扣到那裡皮包三招 還是怎麼樣 皮包三招 一把五百一千 丟掉出來 就一度一 收費錢這樣 一度 我們在窮身上拿個三五千 總是有吧 而且到花蓮 我想說到花蓮買個名產 身上就真的放了五千塊 結果陳敗說 皮包拿出來 一千五百都刷出來 輕輕幾萬 我米金當時講話差一點 你不是新甘情願拿出來的 新甘情願 是神拜叫你拿出來的 沒有啦 人家也不叫你去提款 我們那美輪大飯店 大家也不叫 米金也說 那天明休 其實也是有限 我沒有天明休 米金也是很薄喔 沒有啦 真的 他就說當地很辛苦 因為大家鼓勵他說 不然你要拼管庁 你也知道花蓮往年 要拼管庁 怎麼拼 果然在二零二零就輸了 所以花蓮人有一個 一個求求 感覺說沒菜 這麼優秀 你看米金 他贏名叫米金 他到美國做得這麼好 其實蕭美金在九月份 台派就一臥風在講說 到底是鄭麗君還是蕭美金 那美金怎麼快回來啊 氣勢你記不記得 幾個月前氣勢沒這麼好 佛姓選舉 你知道賴副總統 佛姓選舉 也都沒有議題 比較嚴重 說也說柯文哲 所以說我們這次裡面 美金回來之後 包括不管是他的小物也好 包括那個Made in Taiwan 你知道嗎 他抱那個貓 他那個貓主動抱他 那個圖片堂 在所有的梗圖裡面 大家看到眼淚掉下來 說會把他贏到夠的人 這種人 那有那麼比人 人家說夠夠了 是想辦法認真的 蕭美琴這個動作下去 就剛剛瑞德哥講的 那個多少的人 中間選民覺得說 副手比下去 你就算真扮的美金 你還算盜扮的美金 不要對 所以美琴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的 這個加分 他就是類似小英的分身 所以這是所有他的 他的浮選 全部滿黨 那人手的 所以說我這次覺得加分很高 而且美琴在講話的一個應對方面 非常得體 你要像民進黨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還叫你趙子龍 七十三歲 對不對 你也不要叫年輕人 給年輕人出來做個副手 感覺比較好 所以我們這次對 美德 in Taiwan 美德 in Taiwan 非常有信心 但我們很關心的是 顏管恒這群 顏管恒這支金譜 甚至有人說說 絕對不能再輸 寧願破產也不能夠落選 這個破釜沉舟的決心 顏管恒在這一區 這十年 那林靜宜壓力很大 那的確 林靜宜 靜宜很辛苦 因為這十年來 嚴格 他已經第一次在2020輸給陳柏惟 補選又輸給林靜宜 不能第三輸了 對於顏家來講 你看三月份 顏管恒是不是被千萬交保 因為那個所謂的這個公有地問題 來啦 重點跟大家講一下 今年年初開始 顏家絕對不會再像上一次 輕敵陳柏惟 甚至會覺得說 人家說資源 甚至人家說定條 大家說就是定條 這有劃分責任區 對於這樣的一個選舉方式 即使過去台灣很多地方 選舉是這樣 也不見得是顏家 我們只說有一些做法是這樣 里長 你的責任區舉個例 這個里長你要開500票 你可以責任500票 如果開的比500票還多 甚至多得很漂亮 我告訴你 你這一里的建設 都不用擔心 甚至你里長有什麼需求 我們都會幫忙 人家都很大方 如果這個里長 把你摸摸 後山年回頭說500票沒問題 把你帶到手條來 結果開出來 不僅沒有500票 還不到500票 甚至還更低 那有的一定會走 你知道嗎 所以就模式在今年年初 在整個中二選區 看到一些邏輯在 中二選區三十萬的選民 上一次因為嚴加認為說 陳柏惟 一個流流從高雲來 這怎麼可能會贏 沒有想到 因為中間選民的一個 不太希望在所謂的 中二選區再看到嚴加 甚至最近有人已經在 就是我們的易錦隆 他們這個大中華什麼的 已經看板都拆掉了 如果嚴寬人當選 萬一又被起訴 又被判刑 搞不好要重新補選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這是有人 第二看板在下禮拜會出來 那個看板很驚悚 我昨天看到slogan 不是我講的 他們打算這樣逮 黑道與叛國賊 不能進入國會 簡單明點就對了 不要中間選民 因為我們在台中的 大烏龍沙烏裡面 這次的年輕人 在包括上次 林靜宇的補選裡面 佔很大功勞 我們基本盤 嚴加大概定位在九萬票左右 這九萬票跑不掉 嚴加的九萬票跑不掉 我今天來錄影之前 才去參加他們所屬的 這個團隊的秘書長的 曲媳婦 聽起來感覺是 也拜託中二選民要注意 因為定條要定定在 那麼這一次很多的選舉場 中二選區不像之前是單一 全台灣都看這一局 現在七十三個立委 趨立爾在選 所以林靜宇醫師 他本身就不受到 那麼多的重視的 所以最近王牌又來了 剛剛我沒看到講的 美金這兩三個禮拜 應該是重點是 到中二選區會幫忙 所以回到一個情景就是說 在這次裡面的組織動員 國民黨的組織動員 動得很厲害 他們甚至不希望柯文哲來 柯文哲來對話說沒幫助 我倒楣是人家大家也知道 嚴加在海線 縱使不掛你們車連牌 我不要掛國民黨 我自己選 我也可能我也會掛 他們的盤算是這樣 不過這裡面 因為有關於原家的政治命脈 包括副議長顏立民 包括顏寬恒 他本身已經輸了兩次 說是他的民主 掛不下去 所以像你說破產要掛也沒那麼難 不太誇張 他們的床座還很親 家底深厚 所以小小總結就是說 在這一局裡面 對著原家而言 那不是絕地到房公而已 那就是年齊到現在 都不停息 地方組織 地方動員 包括地方服務 看起來 這一點對林靜儀是比較辛苦的